夏日幼到底值不值得买呢 它有一个创新性的机制 是放完异能之后立马释放秘卷 秘卷可以减少技能的后摇 当然技能也不会有任何的效果 就会进入到冷却 对于这个忍者我也是蛮纠结的 当它的海豹刚出的时候 我是这么想的 这个忍者我一定要买 看完爆料之后 我决定还是先找已经买了的兄弟借号体验一下 在此也感谢这位兄弟 夏日幼的两个技能都有扫地效果 二技能还有一段抓取 但是好像破不了霸体 看了两个技能长按 并不会增加冷却时间 但是如果命中对手的话 会开启一个幻术效果 大概三秒钟 不过单局之内 这个幻术只能最多触发两次 即使没有触发防反 也会消耗次数 触发防反时 可以通过摇杆控制右出现的位置 它的大招光看动画 我以为是能够替身的 但实际上一旦被抓到阅读空间里 则是全程不能替身 只有打完之后才能替身 不过大招命中的一瞬间 是可以秒替的 也可以用秘卷顶出来 下面看一下这个实战 实战真的是让我难崩 我觉得我打的还是蛮经典的 这个一技能 直接把飞天的小男给抓住了 不过它这个幻术有点尴尬 持续时间只有三秒钟 不过对手稍微掌握一下时间 这个幻术就没用了 不过右的普攻 有一段召唤分身的攻击距离还很远 这里就直接把逃到墙角的小男 给拉过来 它也比较无奈 下一把对战新春佑更经典 当夏日佑的防反 碰到新春佑的防反 会发生什么事呢 结果就是夏日佑更胜一筹 因为它更持久 而且这里还是连续触发了两次防反 其实夏日佑给我的感觉和新春佑很像 但似乎又是一个加强版 不过新春佑的那个防反 是没有次数限制的 由于大招容易被顶掉或者是秒踢 还不太容易接技能 所以一般建议打出对手踢身之后再用 三局更搞笑 这里大家猜一下谁更胜一筹呢 愚蠢的弟弟当然打不过哥哥了 这里不仅把他的踢身骗出来了 还触发了夏日佑的防反 从体来看 这个人者的防反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势 另外他的风格和新春佑有点像 如果你有新春佑 或者是不喜欢他的风格 都可以选择观望一下